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被中国软禁已经三年多 台湾多位诗人及各界人士 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 呼吁中共当局 尽快让刘霞出国 治疗她的心脏疾病 2010年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 当天晚上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就开始被软禁在家 不仅不能自由外出 也不能接听电话 不能上网发电邮 就连今年二月刘霞生病 一度还传出无法就医 三年多来 他只能靠写诗抒发情感 刘晓波曾经参与六四天安门活动 2008年因起草零八宪章 被中共拘捕 判刑十一年 虽然他在2010年 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身系淋雨的他 却无法前往颁奖 而北京当局将刘晓波夫妻 分别监禁和软禁 就是不希望他们继续鼓吹民主自由思想 不过人群团体担心刘霞的心脏疾病问题 因此呼吁中共能让他出国治疗 今年以来全球各地陆续有声援流霞的活动 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 台湾多位诗人及各界人士发起活动 以接力朗诵流霞诗作的方式声援流霞 也要让他知道他为了民主自由 牺牲家庭幸福 这一路走来并不孤单 记者赖水平讲龙翔 台湾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